來 打搖擦 打搖擦 來看 那我先跟市長介紹行善團的成員 李梁有信心 我們是市長 他是負責水電的 他全新投入負責水電 很好 這我們當地的安定裡的里長 這一個案子是我們里長查報出來的 那個里長 台南市長有多少千塊 12月2日 風市三號地區六四主帖 修憲補助的家庭 因為客流有很多六四家庭的經濟靈靈 沒辦法享有基本的生化品質 為了要實現基礎正義 市府社會局應用杜萬全 社會福利基金費關注的350萬 六甲局結合國間會 志工團體的靈靈 為六四家修善主帖 讓六四家庭可以享有最基本的基礎品質 他主要是原本他的房子是有漏水 那因為漏水之後造成他家裡面的裝潢也都毀壞掉 也長了白蚁 那剛好這個里長爆出來之後 那我們經過評估 我們用行善團愛心資源來幫他修善 主要是做了他的屋頂幫他加蓋 讓他的屋頂不要直接暴露在外 那裡面的裝潢也全部幫他重新做一個處理 那也讓白蚁不要再長 那這兩天剛好也下雨 王欣祝福非常的感激 因為這兩天下雨他們家就再也沒有漏水了 那我相信說每一個安定行善團的成員 不管是出錢的出力的 大家都非常的高興 同樣的去感受到失跟受都同樣的快樂 那我是發現很多弱勢的民眾 他固然可以請領到政府的這個津貼 但是那些光生活都非常拮据 避論說房子如果壞了修復的這個問題 所以呢我們除了政府去募款 或是用工費邊經費邊預算以外 我們也結合台南市的六大工會 大家一起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來幫弱勢的家庭來修復他們的房子 那讓他們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 比較溫暖的不至於這個漏水的這個屋子 那可以生活 那這個是我們下一個階段極力要去做的事情 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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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協助一下 好 有錢出錢 有來出來人 好 謝謝 謝謝 台南市六四家庭幫我收盛家庭 是由台南市六甲這條工會發起 外市長三甲之後沈沈感動 因為政府應該要出面來做 主動去募款 合照更多人加進 未來台南市三十七的行政區 都會以苦工所為主體 我們要生日輕盛團 做好事 大家到庭來做好事 現在台南市政府有一個政策 就是要求大家到庭來做好事 我們社會全我們愛心 你看這個慈濟 滑谷山 甚至於這個佛光山 還有很多這個食尚會 都在做好事 市政府也要做好事 市政府站出來 結合我們說這個工會 大家到庭來 跟這個生活艱苦的家庭 他的家庭如果有老婆 我們把它修理 讓他們可以這樣 過比較舒適的生活 這樣就對了 因為他們這個收入優惠 只要生活就算很困難了 家庭當然沒辦法修理 我們大家修理這樣 大市長最後一站來到鹹水区 奉世現年 65歲的新生長來請丹先生 丹先生不前由社會教 提供基礎和送餐服務 因為照大的規模年久失修 你的探索後 略為優先休閒的對象 除了收保房屋破空以外 因為安全上的可能 也有種部分的空間 該自衛無常來切削 一開始是大台南自公公會 跟木工公會他們發洩 所以他們自己募款 那有一次我去參加他們 修復的房子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政府應該要出面來做 所以我主動去募款 然後又再次號召 能夠有更多人加入 那未來呢 我們台南是37個行政區 每一個行政區都會有一個行善團 由區公所作為主體 市府的社會局 或相關的局處來作為資源 讓區公所站在第一線 結合各區的資源力量 大家一起來行善 如果有不足需要幫助的地方 那市政府會再來協助 形成一個大台南最大的公益團體 就是台南市政府 市政府公益化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要做的事情